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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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在综艺节目里面却暴露了她的缺点 也是绿色的登上了微博热搜 作为比她小几岁的娱乐圈里面的知名学霸 赌王家族里面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孩子和游君的妻子 她凭借这一个头衔也是在娱乐圈里面火了很久 西梦瑶在去年生子之后也很少有作品与我们见面了 而在最近再一次回归娱乐圈里面的她 可以看出她的身材恢复的还是非常的好了 不愧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模特了 两个人在这一档综艺节目里面的互动也让非常多的人感觉到非常的甜蜜 这一次西梦瑶主动谈到了自己产后抑郁 让非常多的网友表示为赌王家族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可以说是拿到了非常好的资源 让和游君也非常的开心 甚至有非常多的人表示西梦瑶这下真的是母瓶子贵了 毕竟赌王家的财产是她作为一个模特 以及明星很长时间也赚不到的 产前产后都有人关心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 还谈什么产后抑郁 最后也希望作为一个模特的西梦瑶 可以在更多的秀场上面来展现她的魅力吧 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